光复乡公所去年推动 马佛与香草厂两个部落聚会所的辟件案 但是碰上契约厂商内部的问题而解约 使得整个计划重新回到原点 公所也积极补救 今年初重新推动执行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今天终于顺利发包完成 商场林清水表示好事多磨 若是没有问题 明年度就能新建完工 2020年9月 因为契约厂商内部问题 连带光复乡公所所推动的马佛 以及香草厂两个部落聚会所的辟件工程 也遭受波及 无法如期动工 公所愿叹 但也更积极推动补救 终于在今天顺利发包完成 商场林清水随即向部落报告好消息 商场林清水指出 这两座聚会所在今年1月份 就取得建筑执照后 向原民会提报争取 近日核定补助款总共2000多万元 现在顺利完成发包作业 相公所也设计规划符合部落文化特色 贴近部落族人需求的聚会所空间环境 若没被契约厂商耽误 此时应该可见两个部落聚会所的监务雏形 既然是好事多磨族人音音期盼的聚会所 披肩案又重新步上了轨道 香草厂部落前理事长陈文国也终于放下心中大石 过去为了这个斗工人的聚会手 也征集了好几次 也好几次的我没有办法打击 征集到这一次能够顺利地建造我们的斗工人活动中心 以及我们的聚会手 这是感谢我们的工作的努力 虽然一波三折 然而在乡公所积极努力克服难题后 马佛与乡草厂部落聚会所披肩案终于顺利向前迈一大步 乡长林清水感谢各界的支持与协助 若没有问题 乡长表示希望明年能顺利披肩完成 记者是玉蓝光复采访报导